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来看到台中市第一分局警备队的远警林志盈 她从警数十年间帮助无数弱势民众 单亲街友还有国外华侨都曾遭受过她的帮助 不求回报的付出 只希望这个善循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也被誉为是警戒菩萨 画面中主着拐状的民众与远警留下合照 另一头发送食用物资照片里同样有远警身影 她是一分局警备队的林志盈 从近十多年来帮助无数弱势民众 在那个民国97、98那时候发生金融海啸 从那个急难救助提升为马上关怀 后来陆陆续续又认识很多慈善单位 有些慈善单位他们帮助的金额不够的话 他就会转借给我 让我在帮助跟当事人更大的帮助 十几年前接手马上关怀急难救助的业务 开启他的俘弱之路 工作内容不外乎是协助急需帮助的民众 但林志盈除了基本业务 更主动挖掘需要帮助的民众 街友、矮友、单亲家庭都是他辅助的对象 外岛、国外的个案他也亲力亲为 民国97年98那时候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 他刚好皮包掉了 他没有证件又没有身无分文 他都找去各个单位都求助 我们都碰壁因为没有证件 帮他那个查他的护育证 再帮他申请补助 让他度过那个难关 十几个年头 基罗扶贫超过六百个案件 协助转接慈善团体 被誉为是警戒菩萨 不求回报付出 只希望善的循环能够延续 有的人甚至说要拿水果什么来歇歇 我说不用了 能够再转接其他人 让这个善循环下去就好了 知情时专注工作空闲时间 也没闲着持续帮助困顿民众 铁和柔情成为警戒一段佳话